Roney, Action! 等下等下,你们 Social distance 可以吗? 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一讲 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一款轿车 它就是 GM6 Honda City 那为了要给大家 有一个更前面的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又找来了一位车主 最low cost 的方式,当然是找我们的同事 我们 Production Team 的阿里哥 嗨! 阿里哥,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 为什么你当初会买这个 Honda City 你这辆车是多少年? 买几久了? 这辆车我买了5年 这样是要玩的咯? 刚刚玩 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选这辆车? 当初我选这辆车主要原因是 因为我家里多了一个成员 就是多了一个 baby 因为我之前驾 Polo 的 So, Wolfsburg & Polo 的后门的 开了门过后的空间 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所以我放了 Car Seat 过后 每次报进报出的时候 有一点点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就决定买大辆一点的车 OK 这样为什么事情? 以那时候我们的 Budget 有限的 我们就只是看 在看 B Segment 的车 So, 那个时候看到 Honda City 是在那个时候 配备算是比较多了 那个 Airbag 又有 7 个 的确实了,5年前是 2015 年 它的 V Spec 的好像有 7 个 Airbag 然后 6 个 Airbag 你当时来讲 主要的 Specs 比较完整一点 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你去看了这个车 你当时你的这个 对它有什么感觉? 因为你是讲你是从 Vox 和 Polo 开过来 其实第一次我看那辆车 我去 Teshra 那辆车的时候 因为我家附近 Teshra 的路线 是有上山的 So, 我驾那辆车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是我一踩油 那个车好像那个声音很大 因为它是 CVT 的关系 它的感觉跟那个 TSI 的问题 感觉很大分别 那个 Polo So, 它没有那种贴配感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力 的那个感觉 其实它是 OK 的 它只是那种声音 给到我那种感觉好像很 感觉, 对 就好像感觉很吃力的上那个山 这样子 So, 第一个印象就不是很好 可是因为它那个空间 所有东西 外观那些都 OK 所以我们都决定买那辆车 So, 李哥 这辆车你买了五年啦 这五年下来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吗 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常听到 就很多那种 Honda 车主吧 City 啊 会有那种 Aircon 不冷啊 然后车脚箱啊 这边杂音那边杂音的问题 这样你 这五年来你有遇到这些问题吗 Aircon 不冷 我的 Aircon 还 OK 啦 至于声音的话 一点点声音会有啦 可是我的女儿坐在后面的时候 又在看那个戏的时候 那个声音应该是听不到的 有一个小孩子就盖了 对对对 那这一点呢 其实我本身也是可以给一点意见啦 因为身为同事的我们 我也是会驾这个阿里哥的车出去开一下这样 我本身是觉得它这台车真的是蛮静的 这一点是真的是有 surprise 到我 因为 有时就是有听到一些 comment 讲 Honda 的车会有杂音啊什么 但阿里哥的这台五年车哦 真的是蛮静的 而且还蛮 solid的 这样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买这辆车主要用途啊 这些行路旅程啊 主要用途 主要用途 主要用途是 普通旅行在市场里面 然后我是每个月平均都会回一次或者两次 啊 Hometown 在安顺 嗯嗯 所以两个小时 呃 之前我的Polo 因为空间比较小 有时候我们回到去 Hometown 的谁要在岳父岳母的时候 那个空间真的是有点挤啦 嗯 这个City 的话 就全部都坐得比较舒服 那个Lake Room 都很宽 嗯 这个然后我的后面的那个车部的 那个行李 我每次等等只放很多行李 有时候我会买很多东西 或者是很多东西拿回去 KL 或者是KL拿过去 满载而轨啊 或者是搬来搬去都是比较方便啊 比起那个Polo 来讲 嗯 因为Polo 有线啊 是是真的是有线 而且我觉得这个City 的后座 表现啊 这个空间真的是有 吓到我 因为 我有坐在你的车后面过了 我就觉得哇 这辆车 感觉上好像C Segment 的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这点我是真的是蛮满意的 我觉得也比Polo 好很多 平时家的话 我都是早上载老婆去上班 还有过后载我的孩子去读书 嗯 所以这个 平时的代步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来讲 嗯 我买到现在五年了 我的驾驶方式其实也没有很斯文 也没有说很特别去照顾那辆车 而受发 它的问题都没有 Touchwood 都没有什么问题出现了 这样在这五年里面 你这辆车有没有来特别去保养 还是特别去照顾它 嗯 这里五年里面 我都是 我对车的要求不是很大 所以受发 买了车过后 我就是这样东西做Tinted 加了一个Reverse Camera 还有改了那个主机的那个 可以看戏 驾着车的可以看戏 哦 OK 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那个戏 对 对 给我孩子看 所以李哥 我接下来要问你 你这辆车的那个里数是多少公里 我的里数大概走到八万多 九万 大概接近九万 哇这样 这九万公里里面 你真的是完全没有Claim过任何公里 我受发好像有遇过的问题就是 那个后面的镜子 然后去到Service Center的时候 它会跟我讲 哦因为你的镜子很少开 因为后面释放下来之 所以它只是需要你时常开一下它 就OK了 然后 另外一个问题好像是 六万多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跑百多公里的时候 那个Sterling会有很陡的感觉 然后去到Service Center 它其实跟我讲那个Disk Punt 应该是歪了 然后它把我Skirm回去 它就OK了 到现在so far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都是under warranty 它都帮我Settle 哦不用钱了啊 没问题 既然你讲到这个回Service Center 这样我就要顺便问你了 你的这个 这台车啦 你回Service Center 你的那个保养的费用 大概是多少钱 保养费用 最便宜都是200多到300多之间 就是普通Service Normal Service 我刚刚上一年 我做了一个Major Service 是800多块 Major Service 是OK 七万八 七万八千公里的时候 多少钱啊你可以讲 800多块 800多 换了什么东西你知道 我要看一下才知道 主要是换了这个牙油啦 然后 人工方面其实也OK 它是75块一个小时 然后这一次这个Major Service 总数 这个人工方面总数是182.85元 其实还蛮OK的嘛 嗯 然后它也是有6次的那个Free Service 可是它是每隔一次 好像14、135这样子的方法 哦就是可能1万、3万、5万这样子去跳 来说 OK 这样你觉得这个Honda Service Center 它的这个售后服务方面 它的表现是怎样 呃我是去 卡摩托的那个Service Center 呃我们平时都是选最早的那个Slot 嗯 呃 Honda 的车也是算很多一下 因为有时候 打去Major Apartment 也要提早去打 不然我就等很久一下那个Service 所以如果Major Apartment 早上去 8点多 呃平时 啊 通常 是大概11、12点就可以了 Service 好我的车 这样很快一下哦 哦 算很快 比起我的Volkswagen Polo 以前我的Polo 就算早上最早去 我也是可以到一个5点多 6点多才会 讲到Volkswagen 就要问我了 我的车平时去Service Center 我早上拿去 我东西都是要5点这样子才可以拿车 5、6点还要是那种塞车哦 我要塞车车去拿车哦 对对对 这方面我觉得Honda 还做到蛮不错的啦 是 这样李哥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这辆车 你这5年 这个 针对这个 舒服啊 油耗啊 还有这个操控方面 得了一个感想吗 因为我觉得 5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guideline 就是可以 考验到这辆车 它的整体的这个表现 OK OK 所以 我先讲舒适 那个舒适度 是不错的 因为它的空间就很大 然后在这一家大小的 它们都做得比较 比较收充 比较好做啦 那个legloam都比较舒服 头那边全部都OK 也长途来讲都比较舒服 然后油耗方面 我平时打满缸的话 大概是400公里 满缸 平均啦 如果我有跑highway的话 应该是可以去到400多 450这样 OK 还蛮OK 因为City的油缸 好像是大概30L 我是觉得这样子 因为阿里哥 这台车啦 平时是City Drive 比较多 对 然后我的脚也不会很轻的 车手来的 这个车手来的 我有做过他车 真的是比我还要车手的车手 这样在那个油耗 还有那个什么呢 操控方面 操控方面是还算不错啦 是有时候 跑highway的时候 跑百亿以上 会有一点点缝 感觉上 稍微比较飘一点的感觉 对 关于这一点呢 其实我也是有点comment啦 因为我有开过 阿里哥的这个City 我是觉得蛮surprise的啦 这辆车在过弯这些的时候 还蛮有一种很灵活的感觉 然后加上这辆车 它的起步就很轻快 所以整个开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 个人也我觉得 它的操控表现 对我来讲是蛮有的 有时候里哥 这样我现在就要问你啦 你对这一台车 你有喜欢它什么地方 还有不喜欢它什么地方 我喜欢它地方 第一就是它的 它的空间很大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外表 那个Design 我是觉得蛮耐看啦 到现在也是算很耐看 我自己也觉得这台车 到现在看起来还是蛮帅的 然后第三就是那个配备 你当时来讲 那个配备算是很不错 很丰富一些 然后那里有那个Screen 还有那个Touch 我是蛮喜欢那个Touch 那一点是蛮帅的 蛮科技化 到现在看也不会讲过时还是什么 是蛮OK的 这样有什么 你觉得这辆车有什么缺点 还是你不喜欢的地方 缺点其实 呃 我想了一下 除了刚才我讲 Highway跑 比较快一点的 那个会有点缝之外 呃 基本上它 没有什么缺点 对我来讲 我对车是没有什么要求啦 所以 是OK啦 Overall 我是OK的 嗯 这样100分的话 你会给它几分的 呃 我会给它80分的 哇 哦 都几高一下哦 那其实啊 对我来讲啦 我觉得这Honda City 真的是一辆 整体表现都很均衡的一辆车 它不只有 它有舒服 然后有空间 然后开起来感觉也不错 我觉得像 尤其像阿里哥这种 比较讲究实际的车主啦 City这辆车 就真的是能够满足到他们 不过 我觉得City最厉害的还是 就是有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二手车架 真的是够力硬哦 对 如果讲到二手车架 我最近也是上网 有check一下我的车的 二手车架是 有一些车主还在卖着5万多 你这个5年的车啊 对 5万多啊 哇 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这个二手车架 比较讲究的人啊 这样 这个Honda City 还真的是蛮值得考虑一下的 所以今天这一个 Honda City 车主分享的影片 就到这里结束 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感谢我们的 李哥 愿意出来面对镜头 和大家分享 他和他的这台这台故事 就不知道你是这个City GM6 的车主吗 如果是的话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 你和你的车的故事 还有什么看法之类的 如果你不是这个City的车主 也没关系 你也是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和你的爱车的这个故事 大家吹吹水做做朋友 那我们接下来 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 这一类车主分享的影片 就不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的内容吗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 然后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看什么车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尽力去安排找 这一类车的车主 为大家带来更多这样的影片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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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